不叫人生花系列欲罢不能 在男女主角签字离婚之后 第三者似乎走出了阴霾要签经纪约 她的经纪人是于美人 而一签之后就有四个通告等着她 一集通告一万五就这样 轻松的六万块钱落袋 为陈子玄出面发言于美人正式成为她的经纪人 在不叫人生嘎上一脚 难不成下一步要让陈子玄转行成为演艺圈的 话题惹物 我是受刘毅老师的这个 拜托那我也觉得我的刘毅老师 真是有情有义 对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不忍心看到这么有才华的一个英文老师 就此这个一蹶不振 我们现在是 多少 一万五 哪一个节目 新闻哇哇哇 上次你主持的节目陈子玄 三米苏只拿一万五 但是跟以前比一比 补教老师身份上节目通告费只有五千到八千元 现在身价翻了好几倍 甚至比同门师姐王彩华 逼咖天王陈汉典 还有前辈杨秀惠还要多很多 就是看准了陈子玄话题女王的潜力 有没有可能促成陈子玄跟高国华合开补习班 想一阵子再说吧 有机会 所以有可能 再说吧 已经跟高老师的联络情形了 大概就没有见面了 但是呢 可能偶尔会有一些简讯 但是于美人还是希望陈子玄能够回归补教事业 有一种女孩子就是 她就爱会疼 你知道吗 不疼她都不爱就对了 由于美人这位逼她超级经验的护航陈子玄的补教人生续集 恐怕又要继续 CAMER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洁明 SNC台北 采访报道